这个菊怒也是自作自受 谁让这菊怒和长帝一儿 再三而三地欺负我呀 我正想着要怎么 给他们还回去呢 这倒好 如今用不着我亲自动手了 不 这次你必须要救她 为什么呀 我知道此事有点强你所难 但救下菊怒 非你不可 为何 你还记得几个月前 我跟你说过的 有几桩决定阿兰惹 终局的大事 必须要由你帮忙 做出相同的抉择 这便是第一桩 当年菊怒行刑时 是阿兰惹将她救下 所以这一次 还是需要你 照她的做法再走一走 况且 这也是你能够 离开阿兰惹之梦的 关键一步 那好吧 那即便是如此 你也要给我一个当时 阿兰惹的理由 她虽然不如我这般折腾 但是 她以前同菊怒 结的梁子也不算少啊 为何她当此关头 却要救菊怒一命呢 因为她当初要救的 并不是菊怒 而是沈夜 沈夜 这又从何讲起啊 行刑当日 沈夜非身相救菊怒 不料遇行 阿兰惹挺身而出 将两人救下 当时我以为 她与沈夜 一直心存嫌隙 可后来我才知道 她会救沈夜 是因为喜欢她 那沈夜呢 阿兰惹救下了沈夜 沈夜知晓阿兰惹的真心吗 比一鸟一族 将贞结二字看得很重 清化夫人一身是二夫 沈夜并不赞同 改嫁给香里雀的清化夫人 剩下两位公主 她都看不上 尤其是阿兰惹 这三个公主 唯独菊怒 才能入她的眼 可是是阿兰惹救下了她呀 阿兰惹救下她 那可是需要以身相报的大恩呢 那他们俩后来如何了 阿兰惹 虽救下二人 但上军下令 将菊诺贬为数名 永不得再入王洞 而说沈夜寻思 有辱圣之 并将其驱逐出其难神功 而阿兰惹 假托希泽大人的名义 请求上军 让沈夜入住自己府中 帮她致敬 致敬 她以献剑给九重天太子殿下 做生辰礼为由 将沈夜保护了下来 不过沈夜 怕是不了解阿兰惹的苦心 在她看来 在她看来 阿兰惹将她牵制在府中 不过是为了要囚禁她 报复她罢了 沈夜这不是在野院报德吗 真是替阿兰惹不止 我时常想起 阿兰惹说过的一句话 为先 为人 必须要随心 随缘 随势 可惜 阿兰惹的心 在沈夜那里 但袁和氏 并不在沈夜那里 你说 阿兰惹她为何非要当一个好人啊 她为何非要活得这么累啊 如果阿兰惹由你一半看得开 或许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不过 此事非同小可 你要好好想一想 今晚的宫中 怕是又有大动静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行刑荡日 阿兰惹飞身跃上行刑台 手握白刃 以血计刀 这才将他们两人救下 救人便救人 为何要以血计刀啊 菊诺所犯之事虽不光彩 但 毕竟是公主问斩 要载入史册的 所以做足了学问 观行之人 谨献宗亲 楚行帝定于神宫前的灵书台 行刑之人 必是从 三代以上的贵子手世家中 挑选出的佼佼者 比翼鸟族的崭心 竟然有这么多讲究 最讲究的是这刀 比翼鸟族的圣物 白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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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以问斩之人的万血开刀 放出护刀的双翼白蛾虎 这白蛾虎 会吞食 被斩之人的血肉元神 并将元神 困于刀中 不得妄胜 这么可怕 那 那这白蛾虎 如此凶猛 我若敌不过怎么办啊 你先别慌 我正要告诉你 如何将那头虎 关回去的法门 白蛾虎是血 你只要主动以生血喂食它 再用灵力将它封印回刀中 便可救下 沈夜和菊诺 还要用生血去喂食它 反正流的也不是你的血 是阿兰惹的 你怕什么 话是这么说 但是疼的人还是我呀 这阿兰惹可真是不怕死 我最怕疼了 Dun we 啊 不 他 嗯 呂 快 别 老 你 不 他背叛过你 你还要救他 义气长大的妹妹 即便做错了事 有一线生机 又如何能不救 说得很好 那你还记得我吗 我记得你 香里阿兰惹 我猜你还没有找到 如何将白鹅虎 关回去的法 世人都说神官大人之血 有化无尽会之能 不知今日 会不会承蒙神官大人的恩泽 让我的血干净一些 我记得你 阿兰热 君诺行刑的那天就快到了 很快 清华就会来找我商量计则 但是我不知道 此事的你 会不会做出和当年一样的选择 神官大人 进来 我会不会做出和当年一样的选择